今早的AT個股推介建議大家留意廣深鐵路525 選選原因是7月1日至8月31日 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有7億6千萬人次 日均發送1千2百萬人次以上 較2019年同期有較大幅度增長 內地暑運開啟 預期暑假旺季催化下 海陸空交通等相關需求會明顯提升 其中陸運可以留意廣深鐵路525 廣深鐵路是大灣區鐵路核心服務商 鐵路客運和貨運收入佔整體超過四成 其餘是路網清算和其他業務合共佔超過五成 中信見頭指廣深鐵路今年具有兩大增長點 第一 公司可擔當非自身線路車廁 例如北京、重慶等至香港西九龍直通車的服務 現時香港接入全國高鐵網絡 預計在客座率75%至80%程度下 公司京九、重九等所有高鐵直通車 合計模擬最高貢獻接近10億元人民幣 第二 廣州站和廣州東站確建完成後 公司長途車業務成長空間大 廣深鐵路昨天收報2.42元 近期挑戰前高位2.55元 突破預料會上市2.9區 投資者可以後現價吸納 匯透支2.28元就適宜止虧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廣深鐵路今年預料會扭規為盈 賺13億元人民幣 及錄製全業貢獻 電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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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影